那他的诉求就是想要男人怀孕也能堕胎 加州州长Gavin Newsom满足你这样一个想法 纽森早就在去年宣布加州要成为堕胎的避难所 欢迎各地的人前来堕胎 并且他会拿我们加州人民劳动的血汗钱 为这些人付机票堕胎费还有旅馆的费用 我从来没有见过纽森表现出这么正义的一面 我也从来都不知道一个公开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的人 在今天满口讲的都是宪法宪法宪法 他突然号召大家要开始遵守宪法了 人当然要贺辛苦吗 自由疫苏 режим 看看材料必须想要贪,贪,贪,费,我的宪法 Milk 用别人的钱提供免费杀人 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慈善家 一个一直公开呼吁要改革宪法第二凶装案的人 今天突然打着遵守宪法的名义 要我们遵守一个根本就不存在在宪法里的条款 左派会在这个时候跳脚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害怕了 因为事实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他们一直在说 说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支持堕胎的 这是民主的意愿 那就你们自己州内部去投票解决吗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联邦去管堕胎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支持堕胎不会是民主的结果 因为并不是全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堕胎 现在左派在这场战役中害怕了 所以他们把什么跟这个事相关不相干的 全部都扯进来 LGBTQ的人也一股脑的全部都拉进来 他们就是为了要忽悠他们 制造一个假想敌 把这件事发展成一个无耻的大杂烩 Laurie Leifert告诉他们说 要站稳了 要准备开战了 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一句话 那么接下来呢 大胆预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心里都有个数 马上要到六月份了 六月份是什么月份呢 是左派声称的骄傲月 要到了 LGBTQ的组织抗议游行又要开始了 如果在他们抗议游行的时候 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在那个时候下来 正式宣布堕胎不受宪法保护 那么各个大城市会不会发生暴动呢 黑命贵 安提法会不会一起出来打砸抢呢 洛杉矶 芝加哥 波特兰 纽约 这些大城市 会不会又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中心呢 在伴随着现在的经济危机 物价飞涨 油价上涨 朋友们 多储备一些物资在家里吧 趁着便宜的时候赶紧买一买 有腔的抓紧时间 提上日程去找教练练一练 没事出去呢 踏踏轻可以 市中心就不要去了 刚才我说的那些 我真的希望不要发生 但是的确有可能 而且可能性还不低 尽管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千万不能妥协 坚守底线 抗争到底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国度基业事工 荣幸的邀请到了 安德鲁牧师来分享 启动土耳其以色列 华人宣教的使命 安德鲁牧师在1993年 回应神的呼召 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们建立教会 援助难民 在历经23年之后 在2016年被控告为恐怖分子 被关押在土耳其监狱两年 后在2018年 戏剧性的被释放 并被邀请进入白宫 与川普总统一起祈祷 5月19号星期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时间下午5点到7点 欢迎来参加 由国度基业事工 主办的线上分享会 一起来听一听 这位传奇人物的宣教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